在全球疫情到最嚴峻的時候 疫苗的發展就接二連三有起信 繼輝瑞和Mondana公司兩支MRNA疫苗 證明它的效果超過90%之後 英國的牛津疫苗也傳出好消息 這個疫苗在人體、老人的免疫反應都相當不錯 最後的結果都將會出籠 看起來都挺樂觀的 既然有了疫苗的話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傳統的疫苗製作過程 主要我們第一步就要拿出病毒在手上 然後我們將病毒放在雞蛋裏 培養多一些出來 我們有一定數量的病毒 我們將病毒抽取出來 用一些方法將它殺了 讓它沒有感染能力 將這些殺了的病毒制成這個疫苗 將它打到人體裡面 人體遇到這些病毒之後 就會 trigger 到一個免疫反應 這個免疫反應 當我們將來遇到真正的病毒入侵的時候 就可以立刻行動立刻殺了它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 mRNA疫苗就完全不同了 mRNA其實是一種分子 這種分子就是在一個細胞裡面 用來傳遞信息的一種分子 就是說它帶著一個指令 令到細胞的機器去執行它的命令 就是說如果一個細胞想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那麼它就會在那個細胞核裡面 就是最中心那顆的地方 它就會製造一些mRNA出來 就是這些信息的 這些帶著信息的分子出來 這個分子就會走到適合的地方 叫細胞裡面的機器去做它想做的事情 比如它想做一些蛋白質出來 那些mRNA就會帶著這個信息 去到細胞製造蛋白的地方 就叫它製造這個蛋白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就是說它好像電腦以前 比如我們以前用舊的電腦 那個floppy 就是那個磁碟一樣 就是說你插一個磁碟下去 電腦就會執行磁碟裡面的指令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那個概念很簡單而已 就是說根本人體就是一個很好的製造 病毒蛋白的機器來的 我們其實就無需花那麼多時間在體外 又要買雞蛋 又要種又要養 去製造那些病毒或者病毒的蛋白質出來 mRNA疫苗的原理就是 將這些mRNA的指令 打進我們的人體裡面 我們打進肌肉裡面 人體的肌肉細胞收到mRNA這個信息之後 它就會立刻照那個指示去做一些蛋白質出來 在現在這個case 當然它就是做一個 新冠狀病毒表面的S蛋白出來 人體感受到有這個S蛋白在裡面的話 就會立刻trigger到一個免疫反應 去對付這個新冠病毒的S蛋白 我們之後如果遇到真正的病毒的話 已經有了預防 就可以立刻殺了它 當然你聽完一輪都好像一頭無水一樣 我說個比喻大家就明白了 傳統的疫苗就等於 如果譬如說我想做一個手提電話出來 我當然可以去製造一間工廠去做晶片 我也可以開始研究顯示屏 然後再製造一間工廠去做顯示屏 然後我再有一間工廠去做顯示屏 然後我再用一間工廠去做機殼 各樣東西 然後我們將它加起來 就可以做一個手提電話出來 但是另一個更省時的辦法就是 我有錢 我立刻就買了一間做手提電話的廠 我立刻就可以生產了 而mRNA疫苗就好像後者一樣 就是說無需做這麼多步驟 立刻就可以達到刺激人體免疫系統 產生抗體的目標 其實輝瑞和Mondenna的疫苗 基本上是同一樣東西 都是mRNA疫苗 mRNA疫苗雖然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有個問題 很多年都比較難克服 就是因為它這個分子很不穩定 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很低溫的環境 這個分子很容易分解 如果這個mRNA分子分解了 打了人體裡面 當然就不能夠傳遞 我們想傳遞的訊息 令人體做LS蛋白出來 所以它的儲存過程裡面 是要一個相當低的溫度 再者我們要將這個mRNA 帶入人體細胞 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現在的技術 通常用一些好像脂肪 好像一個泡泡的東西 包著這些分子 然後將它造成疫苗 打入人體裡面 才可以進入人體細胞裡面 產生作用 所以低溫這個情況是有這樣的必要 當然也在疫苗的廣泛使用方面 是一個難阻 經驗怎麼樣 就是在疫苗所 MRNA疫苗 研究到這個階段 其實是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不是藥廠本身 而這個獨立委員會 純粹觀察研究結果 以及觀察人們打了槳 有沒有一些嚴重的反應 去判斷他是否安全 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每支针的研究起码有几万人打过这个针 收集的数据通常就是打完第二针之后两个月之内有没有什么严重的反应 现在数据上似乎没有什么严重的反应 很多人轻微的,例如打的地方有点疼,有点疲,有点发烧之类都常见,但严重反应似乎不明显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令人鼓舞的地方 但是回来研究如何大规模也是只有几万人 所以当他要在全世界有多少亿人,多少十亿人注射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其他的问题,或者长远一些超过两个月之后会不会有些其他问题呢? 其实不知道的,因为mRNA疫苗是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效果是怎么会不会有其他难以预计的问题呢? 现在真的很难说得实的 所以这件事大家都要看定一点点 AstraZeneca或者牛津疫苗就完全不同了 它这个技术,我们简单说是一个乘种病毒 它就拿了一个黑猩猩的线病毒 就是Adenovirus 线病毒是很普通的病毒 在人里面会引起普通的伤风感冒 黑猩猩当然也有 它用了一个黑猩猩的线病毒 就将一些新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 或者一部分的遗传物质 就是做S蛋白的遗传物质 就将它放入线病毒里面 这个乘种病毒 这个病毒在进入人体之后 就会令到人体做一些S蛋白出来 做了S蛋白出来之后 人体认得S蛋白就立刻引发一个免疫反应 之后再遇到真正的病毒的话 就可以立刻杀掉它 原理就是这样的 你会问 为什么不用人的线病毒来做这个疫苗呢? 其实原理很简单 因为它其实如果用人体的线病毒来做的话 因为大家都试过被线病毒感染 有伤风感冒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 对人体的线病毒 是有免疫反应的 如果将这些疫苗 用这种人体线病毒来做的话 打进去的话 可能被我们身体立刻认得到 就立刻杀掉它 那就影响到病毒的效果 还有人体线病毒 以前在做一些基因治疗 或者去做一些疫苗的试验的时候 是曾经有过很不好的反应 所以大家都有戒心 所以牛津就采取了黑猩猩的线病毒 来做这个疫苗 我见有某些传媒 或者有些人说 这种技术应该比mRNA 比较成熟一些 会安全一些 其实这件事真的未必一定 因为虽然我们研究 这个腺病毒疫苗的时间 或者腺病毒疫苗 在人体做试验的时间 人数 一定比mRNA疫苗 比较多一些 但仍然是一个新的技术 至今没有一个正式得到 国际认可的 可以用在人体的腺病毒的疫苗 在应用中的 从肺病毒做出来的疫苗 在动物是有的 用在动物 预防风狗症 但人体是未有的 所以这个技术已经研究得比较久 但仍然是一些新的技术 虽然它现在的数据显示 都没有很大的副作用 但它的问题 跟mRNA疫苗一样 都是要一些比较长的时间 才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一些难以预计 或者比较长远才会产生的问题 好 今天就简单介绍了 将会上市的几种疫苗 大家起码知道多一些 将来选择的时候 就会多一些资讯 我再有新的资料的时候 再会和大家更新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